大家好,我是梓莉 今天带大家参观我八月初的菜地 种菜第一步 先要搭一些牢固的爬藤架 做一个好的fence 用网格小的金属fence 把菜地围起来 埋地下至少半尺 以后种起菜来就省心了 靠近门口的地方 我种了一些韭菜 我这个品种的韭菜非常的粗 头把韭菜割完了以后就没有 在收韭菜 现在收的韭苔 比蒜苔还要粗 看看 这边我是种了一种细叶的空心菜 空心菜盆栽效果不错 地栽后劲更足 这里我种了一颗芋头 靠近菜地边缘的地方 这样我浇水比较方便 从外面就可以一桶一桶的水往里面浇 在隔壁呢 我种了一颗butternut squash 避开了南瓜 横柱虫喜欢的那些板栗的南瓜 南瓜大家都知道爬的地方很大 但是你完全可以控制它的爬的方向 它长得很快 站的地方可以不大的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里还有一个八 然后我就打顶了 就是在四层六不到一点的地方 爬了一些腕 到时候很快就可以收了 这个南瓜颜色变黄了以后就可以收了 这个瓜还是挺好吃的 这个呢是我准备冬天的时候冬储的蔬菜 我在另外一边呢 种了西红柿和有棱丝瓜 是想让有棱丝瓜来爬上来 现在开始接了 这个是花点王有棱丝瓜 等那个奶油南瓜收了以后 丝瓜可以占用这个空间 这个瓜盆下面呢 我还种了一颗西红柿 这个是atomic 这个atomic因为我很喜欢嘛 我就在这个地方单独种了一颗 留了四个杆 西红柿的羞枝呢 留几个蔓很有争议 其实呢要按照具体的情况来看 比如我这个西红柿周围没有 其他的西红柿和蔬菜 所以呢我就留了四个蔓 每个蔓上都接了不少的西红柿 这种西红柿呢叫atomic 自己留种呢 怕串所以我去买了原装的种子 可惜他们那边出来的今年反而变了 个头呢比原来的更大 颜值也很高 但是口味也没有前几年我种的那个口味好 但是产量是不错的 还在不断的接 这个叶子也挺健康的 当时呢这个地方挖了一个坑 埋了肥 这个肥很足 所以现在这个叶子非常的健康 上面还在不断的冒 侧芽 我这些都要不断的把它打掉 我打顶了 因为不想让它无限的往上爬 我是用吊慢的方法把西红柿 把西红柿绑住的 这个方法呢 比一般的西红柿笼子要好得多 在这边呢 我就是种了一个冬瓜 去昨天呢 做了一个冬瓜的修剪的视频 大家看看我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边 可以种出不少冬瓜 冬瓜很快就可以收了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让丝瓜爬过来 因为丝瓜是短日照的蔬菜 它在九月份的时候力气最大 那么在瓜棚下呢 以前是种了一些大蒜和莴笋 大蒜和莴笋都拔掉了 这地方空下来呢 种什么菜也不太好 我就把阳台盆栽的一些豆类植物 种到地里边来了 它可能还可以再收一些豆 但是从开始种呢 可能就来不及了 而且光线也不够好 豆收了以后呢 我就这里就准备种过冬的蔬菜了 这棵是明星西红柿 Celebrity特点就是 可以接很多 它是半有限生长型的 就是它同时接很多西红柿 高度就有一定的限制 这个就是我们在社区菜地呢 我比较推荐的 因为你种西红柿吧 希望它早点一到熟了 然后拉秧了以后可以种秋菜 那我现在呢 这个今年这棵植物啊 还挺健康的 这种杂交品种一般都是产量高 颜值好 而且不容易破裂 虽然口味不一定有传家宝的品种好 但是保存的时间长 长到一定的高度吧 你就不再让它长了 有侧枝有顶都把它打掉 让它能量集中在现有的西红柿上 让它们慢慢的变红 那么西红柿要变红的话呢 你要打掉一定的叶子 特别是黄叶 但是你不能打得太狠 打得太狠的话 西红柿特别是大的西红柿暴露在阳光之下 容易晒伤 这颗西红柿呢 叫stripped german 长得很不错 但是这个种子吧 是从种子公司买的 是变掉了 但是呢 看上去还不错 可以接不少 很多朋友抱怨 这个stripped german呢 就是产量不太高 有点像pineapple 菠萝西红柿一样 产量不高 但是这个冒牌的品种呢 好像产量还不错 这里第一碎果有七个 然后上面我留了三个侧枝 因为这个是用西红柿笼子架起来 当中用一个棍子撑着 我留了三个组织 这里当中又有十几个 再上面也有一些 这个是菠萝西红柿 菠萝西红柿大家都知道 口味不错 但是产量不高 我也留了双杆 这里三个 这里有四个 然后前面呢 我准备把它打顶了 然后这个侧枝呢 出来不少 这里有不少 大的西红柿 现在都叶子遮住了 我也不急着把它 把它 把它 trim掉 stripped germana和菠萝西红柿很像 这个就是我说的 sunburn 晒伤了 大的西红柿 你要有尽量多留一点叶子在上面 小西红柿没有这个问题 今年种的两种小型的西红柿非常惊喜 一个呢 是葡萄形状的西红柿 产量非常的高 一串一串的 现在就同时都红了 而且味道嘛 朋友反馈下来说 嗯 西红柿味道比较浓 还挺好吃的 说是那个有线生长型的 但是它不断的往上面长 都到了我的六尺架的顶端 还要往上了 所以我都把它打顶了 产量非常的高 这是Burpee买的那个品种 如果你喜欢一串一串的 高的收成的西红柿 这个可以试试 好像抗冰性还不错 隔壁种了另外一种 看上去差不多的 就是颜值更加高 这叫Too Tasty 我到外面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Too Tasty呢 光线好的话呢 它先是紫色的 然后呢 紫棕带红 特别漂亮 光线弱一点呢 它就以红色的为主 也是很漂亮的 产量也很高 你看它还在往上长 这两颗西红柿呢 接的很多 叶子也很健康 我已经打顶了 还在外面 冒 远远的高出了 高出了六尺的爬架 我的手都够不着了 来修它的枝 它这个颜值非常高 这种呢 是特别的漂亮 味道也很好 太阳底下熟透的西红柿 都是很好吃的 今年尝试的另外一种 Lemon Boy Plus 颜值也很高 Lemon Boy Plus颜值很高 我留了三个组嘛 它结了一碎果 两碎 三四五 结了五碎果 上面的我都打顶了 因为丝瓜开始爬到这儿来了 所以主要是想把已经做住的西红柿 能够把它长好了就可以了 这个木耳菜呢 我种在丝瓜的边上 这种白色的叶子比较肥 就摘下来吃 或者扦插了以后 再继续种就行了 那个丝瓜呢 是让它爬上来的 现在好像开始接瓜了 吃嫩头 好多人是摘叶子 我是吃嫩头 然后这个呢 你还可以用来扦插 天气热的话 它扦插很快 天气冷的话 它就比较慢 有点像空心菜一样 这个滑滑的 如果你喜欢吃秋葵的话 你会喜欢木耳菜 光线好的话呢 种出来的鼠叶呢 也大 也肥一点 种了吃鼠的叶子呢 你可以偶尔少量的摘一些 也经常要提一下藤 让它不要碰到地上就长根 你就可以把它剪掉一些 这里的话它自己长根了 你可以继续扦插 但是你不要的话呢 你就把它剪掉一些 控制在一定的地方 这个叶子呢 你也许觉得直属的叶子 你觉得太老 你可以把它摘到根里边 然后把杆子上面的筋抽掉 这个还挺嫩的 再用这个带了杆子 带了叶子炒的话 就非常好吃 这种呢 你如果有朋友愿意种的话 还可以继续种 但是这个是紫薯 夏威夷紫薯 主要是吃鼠的 现在已经八月初了 现在种就来不及了 这个红薯藤可以回家吃 这种的西红柿呢 它如果过熟了 也不会裂开来 不会开裂 可以等到一串都红了 一起采摘